好 台风已经逼近台湾了 台东超市出现了采购潮 超市内的鸡蛋 青菜 以及超商内的泡面跟面包 都被抢购一空了 业者也忙着补足存货 另外台东关山的果农 在采收前遇上了台风来袭 只能赶快采收 而有民众得知消息 也到现场购买了瓜果 果农野炭 这次损失超过了百万 走走停停逛了一圈 就是不见泡面以及青菜的身影 因应杜树的台风逼近 民众做足防台物质准备 而在台东超市超商出现了采购潮 像是鸡蛋 火锅汤地 以及容易涨价的野菜类 再来就是热门的泡面 面包 罐头等 都被一扫而空 有的民众表示因为来得晚 整个超市逛完一圈 发现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所以来买青菜 鸡肉 结果都没了 大家都抢光了 而架上货物空空店员们 也忙着补足存货 结账的双手更是没有停过 换到另外一头满地的哈密瓜 瓜果类几乎要堆成一座小山 台东中国果农在采收前 遇上台风来袭 只能赶忙采收 但采收时却找不到工人 没办法下开放民众到现场采购 而有民众得知消息 也到现场购买瓜果支持果农新鲜 而果农看着满地的瓜长炭 这次损失超过百万元 多数位台风带来强大雨 是不止天在下雨 果农的心情也跟着下期雨 来接盘追综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